接下來要介紹這位特別來賓 他也在2008年扭轉乾坤了 這個是一個我們相當敬重的朋友 一起來歡迎蕭黃琦 哈囉 大家好 小林姐 我在這裡 我是康康 對 右邊是康哥 左邊是小林姐 突然不太習慣 對 因為今天 都比較習慣跟小林姐聊音樂 跟康哥聊音樂 第一次也是被康哥第一次訪問 是 其實在2008年真的是豐收的一年 對黃琦來講 是 對 因為也得了金曲獎的 許多獎項的肯定 謝謝 而且唱片也是賣得非常好 對 都是大家的支持跟鼓勵 再來要安排這個歌也是新歌 我已經會唱了 真的嗎 你會唱嗎 你是 我是你的消防局 這個覺得不好 不是 為什麼會有寫 我是你的消防局 這個是什麼意思 很像蕭黃琦啊 對啊 以前我小時候就是有 消防局 消防局 消防車的外號 原來你也開始走諧星的路線 沒有 明明就不是這樣子 很多唱歌的人到最後都走諧星 沒有 那我不是 你看余晨慶 我不是康哥啦 對 因為康哥也很會唱歌 所以後來他走到這位置 你就是常常跟陳生在一起 所以被帶壞 就搞笑了 我就跟他講說 聖哥 我最必再不要見到你了 沒有 這個 沒有 因為我是說 黃琦 我覺得你新的一年 你也可以去演舞台劇耶 真的嗎 他的聲音表情很豐富喔 他又很搞笑 對 沒有 我真的不是 我是你的消防局 這個歌其實就是 因為除了外號以外 其實有常常我到人家 比如說去表演的時候 從後台要進入 然後後台就會有一些管理人員 就說問你是哪個單位 我就說我這裡是消防棋 然後有的人會聽清楚 有的人聽不清楚的一些 年紀比較大的一些朋友 可能是一些警衛 他說 喔 原來消防局也來這裡表演喔 然後就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而且我常常就是 以前在這個餐廳也常常請假 要請假 比如在表演的時候常常要請假 然後我打電話去 我說我是消防棋 你好 我今天不能來上班我要請假 那如果說他不認識我的一個 新來的一些服務生 他說 消防局 我們這裡沒有失火啊 你打錯囉 就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就覺得說 要寫一首這樣的歌 然後讓大家笑一笑 所以我就說我是 大家的心靈的消防局局長 消防棋 真的耶 這樣聽下來的話 等一下聽這首歌一定更有感覺 是 那我們就來聽這一首歌好了 我是你的消防局 消防局好